花蓮市博愛慶信會成立50週年會有人數從初期 有20多人現在已經突破1000人了 2號下午舉行的50週年感恩禮拜 表揚在教會聚會20年以上的弟兄姐妹 還有曾經擔任過牧者、區牧、區長等人 感謝他們對教會無私的奉獻和犧牲 主任牧師張牧全指出 在花蓮博愛慶信會服務已有33年的時間 至今教會因神的祝福聚會的場所 和人數不斷的增長 成為花蓮為二的千人教會 期待未來的50年 教會繼續朝向 建立健康成長的萬人教會而入閉 其實教會要維持50週年 從小我來的時候只有大年小的50個人 到現在我們可以有千人的教會 而且健康成長 我覺得相當不容易 教會能夠如此希望 其實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憐憫同在還有祝福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把最大的感謝 送在人家為的這位三位真神 感謝神對我們的帶領 也感謝大家的帶領 福師同共同心 我們才能夠完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意象 使命透過33年來 真的沒有你們 我跟師父現在被你們怎麼樣都不太清楚 所以今天我們充滿感恩在這裡向你說 神謝謝 好 讓我們感受謝謝 安於首份 縣長徐正衛以至深的座右銘分享提到 在執政的過程中他相信專業各司其職 他也充分授權並守好質疑的本分 他肯定張牧全牧師以及各教會牧師等人的推動 即努力讓更多的基督教徒手牽手心連心 從家裡走向人群把信仰的種子散播到每一個角落 安定每一個人的心靈 聽到我們的張牧師主任牧師提的 每一個感謝所有的人 大家合作分工分工合作 在每一個角色上扮演都非常非常的盡心盡力 我想這就是主透過我們來傳播所有的信仰 所有的愛 所有的智慧給大家對不對 所以這才是 這就是一個真的我們可以見證到 一個教會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從安定每一個人的心靈 從那個信仰安定心 在人與人的安定健康 之後就是人我合盡 夫妻和諧 社會合物 我想這就是一個健康的家庭 健康的個人健康的社會 所有全新的教會 全國的教會 在社會上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個支撐 支撐的角色 而那個支撐 也就是剛才正會說的 在所有的方位裡面 所有的地方 我們面面俱到都能夠看到教會的力量 神的力量在裡面 物件在裡面 讓地方能夠安定 縣長徐正衛並指出 建立健康的家庭與社會 有喜樂有愛 力量就會有無限 而暑假開始之後 教會是許多孩子們參加活動 學習課程的安住場所 希望藉由各兄弟姐妹號召與努力 打造愛與希望的花蓮 國在五十 生日快樂